新知卡比 重返梦幻岛豪华版 Erbis Return to Dreamland Deluxe 该作是2011年发售的未游戏的Switch豪华版 游戏中玩家可以复制敌人的能力 使用他们的力量 用剑攻击 挥舞鞭子 用洋伞漂浮 此次豪华版将追加来自其他卡比系列游戏的复制能力 其中包括沙子 装甲和狂欢 另外还有全新迷你游戏 并支持本地自然连线功能 克莱夫和瓦伦奇 Clive and Arrange 是一款3D平台游戏 故事围绕着一只兔子 克莱夫和背上的猴子同伴Range展开 你将通过50年代冰箱穿越时空 开启一段冒险旅程 挫败张横的Aukus博士并阻止他的邪恶计划 穿越时空之旅Aukus博士正通过时空穿梭 四处寻找远古知识 此物会带给他巨大的力量 而我们的英雄已经整装待发拯救世界了 此次的征途将带你穿越11个不同时期且风格各异的世界 八方旅人2 Cutepest Traveler 2 本作为奇录旅人系列的新作RPG 像素风格与3DCG所融合的HD2D画面表现将会进一步升级 故事发生在名为索里苏提亚大地的区域 那里被大海分割为东西两大陆 各种文化百花齐放 新时代工业也遍地开花 新登场的八位旅行者无论是家乡 志向还是绝技都极然不同 培育升级角色也很自由 可随意组合不同职业与技能 选择其中一人作为主角 踏上你的冒险之旅 尽情地去探索每个角落吧 道女魔镜 Green Guardians Demon Purge 是一款描写为了让化为恶魔之城的学校恢复原状 以恶魔猎人为业的两名女高中生挺身而出的 二地横向卷轴动作游戏 玩家要分别操纵这两名性能各有不同的角色 前往会有恶魔BOSS等待的关卡最深处 达到恶魔BOSS就可以获得全新武器 或是探索全新路线等更多游戏内容 另外游戏对应双人同时游戏 可以享受到同时操控两名角色打造出的连携动作 Maya Kamizumi the Younger A fierce origami slices through foes up close and personal With an arsenal of anti-demon weaponry They expose the cap Luther End 你会为了应许的荣光而战胜哪些可增之物呢 在这个硬森可步 风格复古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中 头颅真的会滚落在地 在残酷而重技巧的战斗中 只有强者能击败恐怖的怪物 幸存下来 应用多种多样的杀气 提升自身技能 在哪里人问风丧胆的魁梧首领试试打 探索笼罩在黑暗与疯狂中的 洛夫克拉夫特式扭曲事件 神笔谈编 Nkolinati 是一款在中世纪手稿上 用墨水绘制的回合策略游戏 不要小看兔子屁股 它们可能比狗子手里的剑还有杀伤力 掌控生命墓水 打造你自己的神兽 击败中世纪的巨星 积攒天赋点施展特殊能力 游戏将在2月1日推出 Xbox和Steam的测试版 并在稍后推出 XGP和Switch的正式版 打造你自己的神兽 而最重要的是 臭的竹子 都比狗子 你喔 你喔 准备其他老师的英国 和变成一个生命传 组织规则核心的内容 组建战队 粉碎 掩护 欺骗 球员分为12个种族 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特点 操控其中一支球队 认真部署球员来阻止对手前进 躲闪或无情地消灭任何妨碍你的人 到达达阵区 即可获得决定性的达阵得分 救赎收割者 Redemption E-PERS 由去年发行了终结者莉莉 其是救赎的制作组制作的 以颓废主义元素美术为特色的 黑暗奇幻风战旗游戏 作品中描绘了与绝对恐惧的 莫斯军团对抗的 惠英旅团的死斗的物语 面对紧迫而来 莫斯军团所带来的压倒性的威胁和绝望 玩家可以通过角色组合 与战术上细致的配合 体验并实现已少对多的紧张战役 游戏主线的对战 对话 剧情 将一拳语音的方式呈现给各位玩家 暴君的祝福 Terence Blessing 去年8月于PC端发售 现登陆NS 游戏是一款战术回合制游戏 你的规划 适应和战略能力比最大化你的部队 或在宝库中找到最锋利的剑更重要 每天选择战斗 做出具有挑战性的选择 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散兵叛乱分子的力量 来击败不死不落 也许 只是也许 将真实的生命带回泰伯利亚 数码宝贝世界新秩序 Egyman World Next Order 最初于2016年在PSV平台发售 此次登陆NS和Steam平台 继承数码世界系列系统 要培育有寿命的数码宝贝 一起在数码世界中冒险 以及与其他野生数码宝贝战斗 是款养成系的JRPG 主角是突然穿越到数码世界的高中三年级学生 为了拯救面临危机的数码世界 与两只数码宝贝一起踏上旅程 继续继续续继续续继续续续继续 进入最强的Digimon Wild Digimon 超过城市 战争可以发生 如果您遇到这些Wild Digimon 伴侣Digimon 可以在自己想想和战争 他们也会跟他们一样 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战争 先月传说复刻吧 Tales of Infonia Mastered 这是本月唯一收录的无中文作品 游戏基于2003年NDC的原版游戏开发 虽然承诺更好的视觉效果 但游戏画面被所定为30fps 玩法的改进也未知 主打支持本地合作 最多四人联机战斗 是传说系列第五款核心产品 游戏设定于虚构世界希尔瓦兰特 主人公洛伊德和青梅竹马克雷 特为拯救世界踏上旅途 魔仇爆发 Monster Outbreak 去年10月登陆PC 本月推出NS版 是一款自上而下的像素生存游戏 拉拢尤丽亚 她是皇家卫队的最后一名幸存成员 并抵抗失控的 维度球所产生的无尽的怪兽群 全副武装 准备防御 布下陷阱 享用最后的晚餐 努力活下去 独立完成任务 或者招募其他幸存者 采用今年的本地分屏模式 或者在线多人游戏 最终幻想 节奏剧场 T-Rhythm Final Barlet 本次游戏收录乐曲数385首 加上DX版限定的27首 以及后续DLC追加的90首 总乐曲数多达502首 创下历代之最 每首歌曲的难度都可以从基本 熟练和纠集这三种级别中选择 此外 约三分之一的乐曲 还有最高难度超越乐谱 同时将有104名系列中的角色登场 还有在线对战功能 大大丰富了游戏可玩度 节奏萌芽 并态节拍和糟糕甜食 Rhythm Sprout Thick Beats By Sweets 一款有着原创音乐和趣味故事的快节奏音游 在音乐节拍构成的战斗中 对抗一个个魅力十足的Boss 在丰富多彩的3D环境中 伴着节奏奔跑 能给关卡婚姻的可选模式 带来了无穷尽的挑战性和可重玩性 你能阻止唐爸爸国王吗 逆流银翼 Renys 去年5月曾在PC上发行 现登陆NS的横板飞行射击游戏 玩家将驾驶能够吸收能量弹的逆流号 打倒冲斥在宇宙中的敌击 吸收的能量可以用于扩张机体的性能 例如为机体追加武器等等 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吸收敌弹的反射系统 一旦开启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吸收敌人的攻击 并将吸收的能量化为挤用 对敌人进行反击 虚构世界二信条股 Figment 2 Grid Valley 是一款动作冒险游戏 场景设置在人的思想里 噩梦统治了这片曾经平静的土地 他们四处散步混乱 和思想的勇气担当 挥挥一起 解开谜题 加入音乐头目站 游历别具一格的场景 直面你的恐惧 OK, enough already Nobody knows all the trouble we see But we're all the police And someday we will be set free 大厨生活 餐厅模拟器 Chef Life A Restaurant Simulator 创造并管理你的梦幻餐厅 菜单 菜购 装饰 员工 设备 客户 也别忘了还有真正的烹饪 体验餐厅老板的日常生活 获得米其林指南的星际评点 你是一位更喜欢勃耿地牛肉 还是黑胡椒奶酪一面的厨师呢 围绕法国 意大利级国际美食的经典菜 要来定制菜单吧 Then I had to work hard very hard to improve my recipes and offer a menu worthy of a fine dining restaurant I needed to make certain dishes over and over again to master every technique and perfect each recipe To achieve excellence I also had to focus on the balance of flavors and taste it every